有很多小伙伴好奇 华强北那么多二手iPhone到底都是哪里来的 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 他们就是这么来的 大家好 这里是阿伟严选 目前在深圳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 每天带你了解华强北最真实的批发行情 我手上这些被五花大宝的机器 就是所谓的圆包到货 二手机器由于区分成色 把货的等级分为ABC货 我手上这些无所的XS256G 就是B级货 不同于在档口挑机器 你可以直接看到外观 拿这种圆包货更像是拆盲盒 因为你一旦撕开外包装 里面就算有不开机的 你也得认 风险大一些 当然拿货的价格也相对更便宜一些 这种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手货 XS256这个机型 当年发售价格过万 目前我们圆包拿货只要1600左右 A12的处理器性能足够用 配合OLED的屏幕 屏幕显示效果非常细腻 后置双摄 成像效果甚至比iPhone12都要好 无论是作为主力机或者备用机 都是绰绰有余的 5.8寸的屏幕 整机拿在手上非常便于操作 并且手感也相当好 对于1000多这个价位 XS最大的短板在于 它的电池续航能力比较弱 不过阿伟会把机器的电芯 移植为高容量电芯 详情见过前几天发布的视频 这样一来 续航问题也就解决了 对于日常使用 再用两三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在使用iPhoneXS的小伙伴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使用体验 让大家一起讨论